發覺有些地方不太強調聖經 有些地方不太跟聖經 我都會回應信仰和行動 有很多人都會說經歷聖靈的人 他們通常就是靈一派 就是他們著重經歷就不著重聖經 但在這裏你會發覺我們很著重聖經 其實我們可以有一個平衡的 有些人就說只是很生氣 只是要別人怎樣 沒有安靜的時間 但其實我們一樣有很多這些 所以他們對於我們不認識 我們都會回應 我們怎樣可以做得更加好 我不是因為他們反對的聲音 有些人反對聖靈的運動 不是因為他們的聲音 而是因為我們自己想走神的路 然後我們會讓我們全面聖去認識聖靈 聖靈的名詞聖靈充滿聖靈欣高 聖經裡面怎樣說法呢 然後就是聖經關於聖靈各方面工作的教導 聖經有講到聖靈有很多工作 然後就是神職性的 聖經有特別講到聖靈的神職性工作 然後第六課就是聖靈 跟著六七八九都是運作 其實我們很多堂都會在運作的 就是操練大家 幫助大家去運作處理 而且我也會在這個過程 嘗試幫助大家處理到生命 以至我們在這個操練的後期 都可以有人釋放按手祈禱 我會有條件就是你們處理生命 而將你的處理生命告訴我們 然後我們都會幫你測試 去看看你裡面的靈是怎樣的 如果是可以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後期讓你釋放你們 即是在一段時間操練 你可以釋放你去按手祈禱 那主要原因是這樣 即不是我釋不釋放你的問題 而是你做完會不會帶來不良後果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真的 他裡面未清理的時候 跟人一起研討 那個人就傳遞了一些憂傷、煩惱 一些問題在他身上 我們就不想這樣 所以就是要幫助你處理 這樣的時候 你將來能夠祝福人 都是神所喜悅的 我想問你 你不測試人的靈是怎樣的 即是祈禱的時候 看看他有沒有一些邪靈的反應 或者情緒的反應 即是邪靈的反應 看看他那些邪靈的反應有沒有 即是他裡面有的時候 他就不可以為人祈禱 也有不同的人去討告 去測試這個人裡面的靈是怎樣的 有些先知性的可以領受 他裡面是怎樣的 即是說這個方程 就是一個分辨靈恩運動 為什麼我用分辨呢 其實我想說我不是靈恩派的 在聖靈的圈子有兩大的方向 五秦宗和靈恩派 但我自己來說 我是接近五秦宗 但其實又不是完全五秦宗 我遲些會解釋 那我就是跟聖經 即是聖經說是怎樣 我就順利是跟聖經的做法 那但是呢 他們來說 通常就叫靈恩運動 即是所有 我這樣他都叫靈恩派 即是他們不會分的 不懂得分的 那他分 講到靈恩運動不同的問題 那我就會講出那些問題 實際有什麼問題 以及怎樣回應他們 以及聖經裡面怎樣說法 聖經到底說聖靈是怎樣的 到底今天還有沒有神跡呢 因為這個其中一點是爭論的 其實我的重點呢 如果我講到聖靈充滿 就是這樣的 在我來說 很多人就說 很多聖靈充滿的人 就是追求神跡 那我來說呢 我是追求跟神有密切的關係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侍奉有能力 其中一人有神跡 其中一人 不是唯一的一樣 譬如講信息 分享 令敬拜 都可以有神的聖靈的工作 所以呢 在我來說 因為有很多人的定義 就是他們覺得 聖靈充滿就是講方言 聖靈充滿就是神跡 他們經常都說 你們只是追求這兩個人 那我就會說 這些其中是聖靈 是聖靈的工作 但是最主要呢 聖靈是幫人 跟神有密切關係 那我就會 由聖經不同的地方 給大家看得到 我們是跟神 即聖靈是幫我們 建立跟神的關係 也都包括神職性的工作 神職性可以在我們生命做工 也都可以幫助我們的侍奉 但是聖靈工作 也都不僅僅在神職的工作 也都在安慰 輔導 講道 分享 各方面 這些就會在下面有操練 那這個課程呢 我遲些先將那個詳細 即日期都寫在這裡 那我會傳在你的群組裡 傳出去的 類似聖靈